好之不笑的盗猎者在墾丁海域洒鱼网破坏生态 至于游客在猫壁头这边发现有人穿着潜水装在架设鱼网 游客就在水中发现了这珊瑚礁被近上百公尺的鱼网缠绕 很多珍贵的鱼都已经死亡 而这些珍贵的珊瑚礁鱼最后是被卖到海产店 一套要价五六百元 蔚然的大海中五颜六色的鱼群游来游去 美丽的珊瑚礁更是潜水客的最爱 但现在又有不肖盗猎者 跑到墾丁的猫皮头海域托撒网捕鱼 造成珍贵鱼群死亡 珊瑚礁也被破坏 恶劣的盗猎者为了将珍贵鱼群一网打尽 鱼网一撒就是好几百公尺 坚持把国家保护区当成自己鱼池在捕鱼 从台北下来潜水的游客看到这一幕 真的好心痛 下来收鱼 它没有下来收网 它是下来收鱼 就是网还在 由于正值暑假期间 来墾丁吃海鲜的游客很多 不肖业者为了捕捉珍贵鱼类 吸引脑鱼上门 才会找人直接撒网捕鱼 你要这种的小子吗 你要两只 你进去 墾丁这边已经被破坏很多了 人为的因素在 让我们这些海滩以后都看不到 光是清理这些鱼网志工就得花上三小时 恶劣盗猎者被坑管处当场抓到 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非法捕捞 坑管处人力不足下 抓不胜抓 未来这些珍贵海洋资源 恐怕逐渐消失 记者成为君州梦汉 频道报道